youtube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 想跟大家谈谈澳洲的一个特别节日 安在队的故事 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 对这个节日应该都不陌生 澳纽军船日呢 安在队是公共假期 是纪念澳洲呢 军队的第一次远征土耳其 但是华人呢 探讨这个节日背后那场战役呢 探讨的非常的少 很少有人知道和了解 说这个节日究竟对这个世界的格局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澳洲是如此看重这场战役 哪怕过了一百年 澳洲政府和民间 依然组织当年那些军人的家属 前往当时的那些战场立连 举办纪念活动 这场战役呢 百度百科称为加里波利之战 因为发生的立连就在土耳其的加里波利半岛 这场战役啊 它改变了世界上很多的事情 首先是呢 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啊 制定这个方案的人呢 就是很出名的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叫什么 叫丘吉尔 丘吉尔当时是英国的海军大臣 是他策划了这场行动 但是因为这场行动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所以丘吉尔失掉了他的官职 第二点呢 就是土耳其呢 是防守一方 英国是进攻一方 那当时土耳其其中一个指挥官是谁呢 是土耳其的国父 凯末尔 凯末尔呢 最后领导了土耳其人 推翻了这个奥斯曼的封建王朝 但是凯末尔之所以能领导军队中的改革派 推翻奥斯曼王朝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带领土耳其军队 在这个加里波利战斗当中呢 击败了这个英联邦的军队 所以呢 给这场战役的胜意呢 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没有场战役啊 可能土耳其就没有这个独立的革命 第三点呢 是这场战役你知道原本为什么会爆发呢 是因为土耳其封锁了 地中海通往黑海的航线 所以俄国呢 拿不到这个英国的军事援助 所以俄国呢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第一个先退出的国家 而且呢 退出以后呢 俄国就爆发了十月革命 第四点啊 因着这场战役的失败啊 英国发现啊 他和奥斯曼帝国之间不能硬碰硬 所以他想了一种新的法子 他呢 就是开始篡动这个奥斯曼境内的阿博人去起义 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 所以这一点呢 促成了中东国家的独立和建国 所以你千万不要想看这个战役 觉得说这只是澳洲军队参与英联邦的一次行动 这次行动杀亡了一些人 所以呢 澳洲搞一个经验 其实这件事 这场战役啊 改变了很多很多事情 我们先说这场战役的背景啊 1914年7月28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每个国家都在习约阁和同盟国之间互相站队 彼时的奥斯曼帝国 也就是今天土耳其 还没想好 我到底要加入到哪个阵营 但是后来发生了两件事情 让土耳其彻底投入到了德国的怀抱 也就是同盟国的怀抱 首先呢 土耳其当时花了3000万美金的天文数字呢 和英国竞斗了两艘战舰 当时为了筹这笔钱啊 土耳其由上到下连小学生都捐款了 结果钱交了 船也造好了 英国不打算交货了 因为一战爆发啊 英国想着说 这造好的两艘船 你先给我用吧 我要用来对付德国 但是土耳其也急着用这两艘船 去震慑自己的这个速离俄国呀 但这下计划就全部都空了 然后呢 德国呢 又来趁机拉罗奥斯曼给国说 你加入到我这边对俄国开战 我会给你提供一亿法郎贷款 而且呢 德国说 你不是损失了两艘战舰吗 你这个英国没有给你吗 我派两艘战舰 连人带船都换上奥斯曼给国的旗帜 直接归你土耳其人管 让你去打俄国 所以在1914年的10月份 这个奥斯曼给国正式加入到同盟国这一边 这个土耳其啊 奥斯曼给国土耳其 加入到了这个同盟国阵营之后啊 他这一件事 他就封锁了达丹尼尔海峡 掐断了战中海通往黑海的道路 让俄国呢 失去了从英国来的补给 英国呀 看到事态如此发展 就有点不淡定了 因为这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啊 英法联军已经和德国陷入到一个僵持状态 他需要俄国能集中兵力 帮助他们的东线牵制德国 所以年方37岁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啊 便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说我们来远征土耳其 英国的优势呢 一向是他自己的海军 所以呢 要避时积需 首先呢 英国的计划是派五万远征军 在加利波里的半岛登陆 这里离当时的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 才两百多公里 然后呢 海军呢 突破达达尔海峡的防线 直插这个伊斯坦布尔 实物两军一起进发 来个直到黄龙 直接攻进敌军的大阪营 这个计划啊 听着有点天马行空 你这个英联邦啊 是军队是千里迢迢远远道而来 而且你还要想要突破到敌军的首都里面 实际上来说呢 这点英国并不是没干过 在第二次亚片战争啊 英法联军就从广州一步闪击到北京 因为呢 英法掌握了绝对的制海权 尤其是对这些后发展的国家 因为这种没有在工业国民发展起来的国家 1915年的2月17日啊 英军的战略舰和飞机 开始对加利波里半岛上的土耳其战略 发动轰炸 紧接着英军的扫围艇 开始在外围清除水雷 随后在1918年3月18日 18艘英法战舰陆续给达丹利 开始呢 直接要穿越达达尼尔海峡 然后开始对岸上进行炮击 他们的预计呢 是觉得14天之内就可以给达伊斯坦布尔 英国对奥斯曼帝国是相当免事 当时的大清朝啊 被称为东亚病夫 而奥斯曼帝国呢 被称为西亚病夫 奥斯曼帝国领土盐峰时期 它也是非常辉煌的 它的领土是这么大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但是呢 在基因斯社代后呢 它的领土呢 就萎缩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等于说几乎是 监峰时期的三分之一吧 领土萎缩原因是 奥斯曼帝国和俄国打仗啊 是屡战屡败 然后呢 塔斯克控制的一些国家 都起来独立了 到了工业革命后期的时候呢 又没有跟上发展 早就成了欧洲大国的一个根屁虫 所以英法很清理啊 他没有派出自己最优秀 最先进的舰队 他除了清理以外呢 还有些自大 他明知道大大尔海峡 非常是就是 峡场一手难攻 而且呢 奥斯曼军队是两边不防 还在海峡深处埋了水雷 结果还是大摇大摆走进去 他觉得 我这个做大哥 怎么可能打不过小利呢 结果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土耳其军队啊 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军队 用重炮在两边夹击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用的是 德国的移动榴弹炮 射程远 而且机动性好 打完了马上就转移阵地 这个英法战舰还碰上水雷 海军看着根本就突破不了这个达德尔海峡的防线 所以他说 那要不就是按计划先让远征军登陆吧 让他们上路上解决掉那些什么大炮啊 机枪啊 那些火力网和防御测试 然后呢 我们海军用重炮协助他们来登陆 然后这个远征军呢 就开始出发 开始要登陆 这个英国的远征军 主要组成的是来自英国 印度 澳洲和新西兰 这次战役呢 澳洲派抢了五万人 新西兰派抢了一万五千人 远征军最后在整场战役中 人数达到整整五十万人 这里我插一句啊 这个一战期间啊 澳洲只有四百多万人口 但是呢 有四十二万青年参军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澳洲全国至少百分之三十的失灵男性青年 都参与了战争 其中三十三万人离开本土作战 伤亡达到十九点七万人 所以这个澳洲啊 是大英帝国编队里 伤亡率最高的国家 而且澳洲呢 它是战时唯一实施志愿制兵制的国家 所以每个人呢 他都不是说被强迫来参军 他是自愿参军 他想报销祖国 所以大家看到那种赤诚之心啊 加里波利之战啊 是人类现在史上第一次两栖登陆作战 在当时而言啊 大规模登陆战基本上没有先例可循 所以呢 这个远征军啊 他没有经过说相应的一个训练 而且呢 他们对这个当地的例行其实不是很了解 他们当时靠的是一张不完善的作战区域地图 而且呢 搞笑的是呢 他们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刻呢 冲到了伊斯坦布尔买了一个军事坦军堡旅游指南 靠着这些资料 打算要杀到军事坦军堡 军事坦军堡就是伊斯坦布尔啊 1915年的4月25日 这就是安在个队 我们每天记载那个安在个队 就4月25日嘛 这天呢 就是在掩护舰队实施炮火准备后啊 英联邦的军队啊 准备登陆啊 英国呢 首先在半岛西海岸的南边登陆 这个澳洲和新贤的军团 在北侧的这个特培甲登陆 由于啊 澳新军团士兵啊 没有经过一天登陆训练 这地形是一无所知的 所以他们登陆的目标错了 跑到了目标以北的一个无名海湾 那里高悬起伏的山崖地形啊 给澳新军团带来巨大的困境 当时的问题是啊 奥斯曼帝国的士兵啊 已经配备了大口的机枪 居高零下只需要很少的人数 就可以阻碍登陆 并对登陆部队造成严重的伤亡 当时的军事技术啊 让登陆战的防守一番 这占据绝对优势 而登陆的那一方啊 进攻那一方是绝对的劣势 这一点呢 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 哪怕到了二战啊 诺曼底登陆啊 这个盟军的人数是这个 德军的好几倍啊 第一天爆发战争的时候 盟军是伤亡一万人 德军只伤亡一千人 打日本的硫磺岛登陆战呢 每天的伤亡头一次超过日本 所以登陆战啊 就是哪怕这个到今天为止 其实是所有战役中最复杂 最难啃的一种战争方式 而且呢 当时一战的时候呢 运送这个澳新军团的士兵呢 还是一个拉眉船 又破又慢 所以这个士兵呢 就是在船上容易被扫射 出来的时候又被扫射 这海滩啊就成了屠宰场 英国原本的计划是啊 军队登陆后呢 我开始进取夺取高丽 并且向北进京 但是土耳其依靠有力的地形 靠着火炮啊 打口径机枪啊 狙击手啊 让英军和澳纽军团 根本就没办法推进 这个澳纽军团呢 他们没有办法占领 预定的山洞目标 他们被困守在一条 从海滩到前沿 不过400米单薄的阵地上 然后接下来好几个月啊 双方就是互相拉持 这个土军居高零下 防御攻势又稳固 澳新军团还有英军啊 不得不爬山进攻 双方都吃醉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夏天到了 兔鼠来就带来很多疾病 很多人呢就开始死于这个疾病啊 还有这个枪伤越来越多 仅第一个月啊 这个伤亡程度就达到了4.5万人 加里波利战役啊 就开始陷入到这个僵局 到1915年10月份呢 保加利亚宣布参战 保加利亚呢 加入到了这个同盟国的阵营 也就是德国那个阵营 以英国和英法为代表的协约国呢 他需要转移一部分力量去保护希腊 而且秋冬季节又到来了 伤寒四孽 远征军又开始出现了 动死动伤的事情 当时英国耗不开面子 觉得为了维护生育啊 觉得还是要在这个战场 这样战役中坚持下去 所以陆陆续续投入了将近50多万人 这件事情直到到11月23号 英国的国防大臣啊 亲自来视察战场 他觉得这个 目前这种战场的发展情况 双方都占不到便宜 也获取不到任何新的战果 而且部队也大量伤亡 所以呢 他就说服了英国内阁下令撤军 从1915年的12月月初啊 持续到1月份 9万多远中军开始秘密登船 撤出加利波利半岛 讽刺的是啊 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加利波利战役中啊 英法联军最成功的行动 确实撤退 这个土耳其人几乎没有发现 离军已经完全撤退了 1月7日呢 发生了最后一次攻击 1916年1月9日呢 所有人都撤出了加利波利半岛 持续长达11个月的加利波利战役 宣告结束 在加利波利一战啊 澳大利亚军队死伤将近2.9万人 接近当时总人口的0.6 伤亡之大令人叹惊啊 虽然澳洲参加过一战二战 越南战争啊朝鲜战争 但是这目前为止啊 这场战役是澳大利亚伤亡率最高 还有伤亡人数也是最高的战役 这场战争里面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 这场战争里面有一位作战英雄 是澳洲的华裔英雄王牌狙击手 Billy Singh 翻译成中文叫神比利 他有一半的华人血统 他在战场上啊 差不多击杀了300名土耳其士兵 当时呢 所以对这个土耳其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当时啊 这个土耳其人为了想要杀掉他 还特意派了另外一名祖击手 澳大利亚人给那个土耳其祖击手 起名叫可怕的阿卜多厄 然后呢 没想到阿卜多厄没有杀掉这个Billy Singh 就是没有杀掉神比利 这神比利最后反而最后在一次任务当中 把他给狙击掉了 所以他们的故事如果拍成电影 那才是真正的濒临丞相 大家都看过那个苏联和德国狙击手的电影 其实啊 咱们站在一个盘观者的角度来看啊 加里玻利战役啊 澳大利亚所处的位置啊 其实是算是侵略的一方 因为他是千里迢迢过外去攻击到土耳其 但是你说澳洲人为什么怀念这个日子呢 而且土耳其呢 很奇怪 还允许澳洲呢 在当地啊 加里玻利战半岛修建灵墓和纪念碑 其实这个节日啊 有两层意义 一个是纪念 为国捐区将士的英勇精神 其实我们看到这样战役的情况是 土耳其人居高零下 势如破竹 澳大利亚人呢 就一直坚守在海滩 但是呢 你看土耳其虽然占据所有优势 他发动了好几次攻势 都没有把这个澳新军团赶下海 为什么呢 因为澳大利亚军队作战勇敢 虽然例行不好 又有各种疾病发生 但是他们还是牢牢守住真理 土耳其一直拿他们没有半点办法 这种精神呢 就是塑造了澳大利亚建国后的那种民族性格 虽然土耳其是取得战略胜利 但是在战术上 我可以说双方是打个平手 在死亡人数上 双方几乎是一模一样 而且最后变成拉锯战没有赢家 只不过是英国说 再这么耗下去没有什么意义 才主动撤退 而且呢 这个如今安塞克队啊 他的纪念意义已经从这个战役啊 扩张到纪念所有 澳大利亚所参与战争中 澳大利亚死去的将士 去缅怀他们对阻隔的贡献 这个安塞克队的第二个地义呢 是通过这场战争啊 来宣扬饶恕和对和平的渴望 1934年土耳其建国多年后啊 土耳其总统凯木尔 还给澳大利亚的战死将士的母亲写了信 说那些死在加里玻璃的澳洲将士 因为葬在了他们土耳其的土地上 如今已经成为他们的儿子 如今土耳其官方啊 会在当天和澳洲新西兰在当地 一起举行活动纪念战争 双方还会挥舞对方国旗 而澳洲首都坎培拉 还有凯木尔的纪念碑 自古以来啊 打过仗的国家 无论是胜利方还是失败方 双方能一起挥舞国旗 和好如初共同纪念战争的 真的是不少见 这也是我觉得安在克队的 另一层含义啊 和平与饶恕 不是说纪念是谁 谁攻击了谁 而是说希望战争不要再发生 这场战役的最大受益方 其实是美国 这个加里玻璃战役呢 作为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大规模脸习登陆战 战役失败告终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啊 这个登陆战在20世纪是行不通的 因为现行技术 是无法攻克岸上的堡垒和防线 这个现在来说的 就是说总体上来说 这登陆战争当中守得 永远能打赢这个功的 但这次失败呢 却给了美国军事学家 很多借鉴和参考 然后随后 诺曼里和美国在太平洋 和日本进行的 一些登陆战争当中胜利呢 都是吸取了这场战役的 经经验和教训 这场战役的论者 都会是在订阅中胜利呢 不容忍的 这场战役的论者 在这场战役的论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